阿芬香毛工坊 我們的阿芬香毛工坊的產品 就是說要給我們的遊客來到這裡 看我們製造過程 要給遊客安心地去使用我們的精油 阿芬香毛工坊就是我爸爸以前留下來的 921以後這個鄉村就沒落了 我想說這個鄉村旅遊 給遊客來到我們這鄉下來 那我就把這個客家產業再停止回去 把以前的香毛爐再給它建造起來 給遊客也小朋友來到這裡認識我們的香毛 怎麼去製作蒸餾過程這樣 香毛是很好照顧的一種植物 它不用去施肥 它也不用放很多水給它 水太多還是肥料給它 它反而成長很快 但是它本身裡面 油分就相對的很少 所以香毛的照顧很好 你只要種下去 就成長以後你就只有除草而已 那我們四個月就去割採一次 它就像我們的韭菜一樣 韭菜割了以後它馬上就成長了 我們割起來 你要在現場可以在那邊晒 如果天氣好的話 晒了一個禮拜它會乾 我們割起來不能遇到下雨一直下 你下了一場還沒關係 等一下兩三天它就會長一點美 那這個就影響到它的油分 蒸餘我們是照原來苦法 你一個人在大鍋爐底下在生火 一直塞這個草下去給它很猛的火 它那個大鍋爐裡面的水滾起來 利用蒸氣去萃取我們的香茅草裡面的精油 這個裡面放草放得滿滿 塞得滿滿人它很緊實 它蒸氣上來從那邊過去 那個叫蒸氣 蒸氣管到這邊 這個桶子叫做冷卻桶 它是比較低從底下打一個洞上來 這個是水它是蒸氣水 會從這邊流出來 那個就是香茅油 現在目前大家在用溝 拿來做防蚊防蟲防塵蟒 螞蟻蟑螂它都怕 它噴到以後啊 它噴到油會死 它現在來到這裡就跑 所以說我們這個東西非常有效 後來我們就一直研發 就是拿精油來做出香皂 還有香茅也可以做成香茅膏 香茅本身它是一種中藥草的一種 它有抗發炎 蚊子叮咬它都非常有效 香茅還可以做出枕頭 我們香茅枕頭大家蠻喜歡的 但是不是說香茅拿來就可以去做枕頭 我們是挑選油分最高的香茅場 拿來我過了一節一節以後 我們還拿來炒過 把裡面的油分逼出來這個頁面 讓我們拿來睡就非常好 我們這裡是國慶鄉北港出了 現在很多遊客都到我們山上鄉下來玩 我這個工房目前都接團體比較多 當天會在現場蒸六斤油 這個香茅路它另外會流到我們這邊的一個區域 你遊客來免費給他們泡腳 香茅本身它有消油殺菁的作用 所以很多人有香港腳還是腳臭 他說來泡你泡幾次就好了 你要來的時候一定要先打電話一約 帶著小孩子來我們這邊玩 然後我們就利用我們的絲瓜 還有我們馬拉巴利的樹葉 蝴蝶葉就放在香茅香皂放進去 拉起來一下子就凝固 所以他來到這裡可以玩到比較特別的東西 只要在網路打香茅兩個字 就會跑出阿坤香茅工房 是加我的LINE 我ID就行動電話加我的LINE 用LINE進來訂貨 我們會直接宅配到家 貨到付款就很方便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